我們今天來介紹這一組呢 是太空船的滾珠抽籤遊戲 好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包裝外盒喔 這是背面 那這一組呢 它不需要裝電池 然後它適合二到四個人一起玩 越多人玩就越刺激喔 然後三歲以上呢 就可以玩了 雖然是一組還蠻有趣的一隻遊戲 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那個遊戲規則 一開始呢 就是先把太空船組裝好 然後它有附這個彩色棒 一個一個的彩色棒喔 我們就把它插進去 插滿 目的就是不要讓這個滾珠掉下來 那玩的人呢 就是可以選 你可以選這個彩色棒的顏色 如果是四個人呢 它就剛好是四種顏色 所以就一個人選一種顏色 那我們現在先 就是兩組人馬在示範 所以我們就一個人選兩種顏色 那我就選紅色跟橘色 那小君他就選綠色跟藍色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示範 喔 對 還沒講完齁 就是珠子掉下來呢 拿到最多珠子的人呢 它就是輸了 那你也可以設定拿到珠子最多的人就贏了 遊戲規則依照你們可以自己設定 那我們現在就先以珠子拿到最多的人呢 就輸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玩 先抽一根橘色 綠色 好 珠子慢慢掉到中層來了喔 會越玩越刺激喔 紅色 沒事 藍色 紅色 欸 也沒事 藍色 糟糕了 欸 也沒事 綠色 所以就是在擦這個彩色棒的時候 就是盡量要平均擦 然後最好是每一個洞都可以把它擦 擦滿這樣子 好 它一下子就拿到那麼多了 換我了 紅色 三顆 綠色 綠色 掉下來兩顆 綠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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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桌子全部掉完了 掉完了 那我們就先數看看 看誰拿到最多 2 4 6 7 2 4 6 8 10 12 13 所以呢就 小君輸了 算是一組很有趣的 一隻遊戲 趕快 酒瓣來挑戰吧